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教祖前往北京實職 很快就回到香港 傳達習大大的最親指示對港澳政策 習司會裏面講過什麼呢 他對記者都透露了一點 不過都是那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東西 包括中央充分肯定他開局很好 對他寫了幾萬字的實職報告 另眼相看 準時提交等等 有沒有說過23條呢 就好像在裏面有些不同的版本 有人說有 透露了出來 就被這個 這個特首辦主任警告 不可以洩密 他公開說 2018年都不會搞的了 不是2018年的議題了 是不是2019年呢 到今天我們見不到一個很清楚的結論 不過呢 相信搞的機會是極大的了 推動23條的機會是極大的了 不過有些事情呢 我相信他在這個習消會裏面也好 習消會外面對記者是完全沒有提到的 如果不是 張曉明 開這個港澳辦的黨組擴大會議呢 沒有人知道 原來林鄭就向習大大作出 以下的提議 那個提議就說 原來他就希望中央去支援 香港 澳門就可能 就是 崇斯安提出的 和澳門在大灣區開辦醫院 學校健康養老中心等具體的項目 並結合 與港珠澳大橋通車配套相關的政策措施進行 這個政策制度和 管理創新 無實推進合作 搞什麼可以再說多一次 在大灣區開辦醫院學校健康養老中心等具體的項目 這些項目 是香港搞的 是澳門搞的 不是大陸搞的 那為什麼要在大灣區搞學校 醫院 健康養老中心具體的項目 目的為何呢 這件事 他是 從來沒有 在香港人面前 林鄭從來沒有在香港人面前 透露過片言隻語 不過 大灣區用來做什麼的呢 大灣區是用來搞 這個 中港融合的一個很具體的措施 包括整個港珠澳大橋也好 包括整個高鐵也好 用來融合 就是說 大家 連成一家 香港和 珠江三國洲一大 連成一家 無分你我了 一國兩制的界線 因為有港珠澳大橋有高鐵有大灣區 從主就模糊起來了 這個 看來是一個所謂大戰略 就是防止你所謂 人心不回歸的其中一種做法 一種大戰略的做法 那這種大戰略 大戰略都夠了 很多香港人說大戰略都夠了 關我什麼事 但是看來 他搞學校 搞醫院 搞養老中心 那個目的 其實我自己看 是一種 融合的手段 融合的政策之餘 其實是一種換血的手段和換血的政策 很簡單 用一個軟性的說法 以前這個文革之後這個青年上山下鄉的口號就叫做港闊天地大有作為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用這個軟性的說法強逼青年 下去鄉下向憑下中農再學習 他就相當粗暴 你不去的話 其實可以抓人 今天其實是什麼 很簡單 如果在那裏搞醫院學校 這個養老中心甚至是給 現在在大陸說的 例如你在那裏讀書有獎學金 你這裏做事可以 有這個房屋的公積金 這樣可以供可以用來買樓 即是用一個經濟的手段 用一個軟性的手段 去做當年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或者是 黃鎮帶著這個新疆建設兵團 那幫漢人 去進駐西江新疆的一個軟性版本 即是他不會強迫你這樣做 是用一個經濟誘引 要你這樣做 對於年輕人來說 你香港找不到食 或者你香港找食 是相對的錢 不是很見勢 買不到樓 供不到樓 租不到樓 老婆也追不到 於是就告訴你 不是呀 現在大陸大灣區 有就業機會 現在很多人已經回大陸做事 有就業機會 人工不會很差 即使跟香港差不多 錢很見勢 租又便宜 食物又便宜 生活費又便宜 不如回去吧 很多人 從此就會心動 你看到 給三萬元的年輕人 賦學士學位 一年三萬元 那些人都未必會心動 那些人說 回大陸讀書 會拿到大陸的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的資格 那些人就心動了 他們的前途希望 或者世界經濟的前途希望 都在大陸那裏 於是那些人就會回去 是自願的 不會強迫的 另外你醫院 這個學校 養老中心一樣 老人家在香港 你知道香港的護腦的政策很差 無論是醫療也好 無論是其他的照顧也是很差 沒有什麼配套的措施 那不如就回去吧 現在也有的 在個別的 什麼好像張木頭 香港的NGO在上面搞的 那你回去 做這個 過了下半生 有些人都在大陸買了房子 用來退休 有一個比較軟性的方法 去吸引多一點的香港人回去 好了 什麼叫換血呢 什麼情況下你會回去呢 因為你香港越來越立足不了 香港人就會回去大陸 希望可以用一個比較便宜的方法 去過他的下半生 或者他 做他的工作 賺錢 甚至在大陸娶老婆 生孩子 建立家庭 然後 然後 大陸的權貴 因為香港貴嘛 動的房子是幾萬元呎 他們才能買得起 你會陸續續來香港 香港的豪宅 就越起越多 即使不是豪宅也好 都越賣越貴 大陸的人下來 香港的人上去 自然 就會成為 香港 他們說是 大陸權貴的後花園 我覺得不是 香港是大陸權貴的 理所當然的 在這裡賺食 在這裡建立 他的勢力的一個 是一個城市來的 不是後花園 不是度假的地方 在這裡 去炒賣 去跟國際建立 聯繫 一個城市 就是大陸的權貴 最重要的一個基地 一個基地 香港就是這樣 而香港那些 低端人口 即是你競爭力比較低 年紀比較大 學力比較低 那些 就會 被迫 或者是 自願與半自願之間 因為經濟的原因 就會回到大陸 不同的省市 過他的生活 將來 這種 swap 大陸人是香港 香港人 上大陸 這種換血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 在無聲無息下 會變成一個事實 很簡單 香港就已經 不再 香港是不是香港呢 其實最重要是 香港人是不是還是香港人 如果有很多的香港人 或者有些很堅持信念的香港人 已經變成香港的少數 大部分的那些 即是說 我打算賺錢 等等那些 都回到大陸的話 或者過了下半世 都回到大陸的話 香港就 逐漸逐漸 不出 十年左右 或者更加短的時間 就會變成 另一個 比較先進的 中學城市 無論是 軟件硬件的配套 但是 當時 你 再不聽話的時候 或者 再堅持有些 未必看得順眼的信念的時候 可能 用一個民主的名義 就會將你消滅於萌芽狀態 我相信林鄭 其實搞這個大灣區 說是 主動建議在大灣區搞這個醫院 學校和養老所 是其中一個 這一種 換血措施的一個 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覺得香港人 趁現在還有 可以問到政府 或者立法會議員 還可以質詢到政府的機會 問清楚 究竟他搞這些事情 整套計劃是什麼 意欲 是什麼 意欲 何為呢 讓香港人 知所 知所進退 這點是很重要的 日子就 原來去年10月開始 這個channel 深藉口快 這個channel就已經是放了上youtube上面 到現在呢 不驚不覺 一年 一周年 我在這裡 衷心感謝我們各位 觀眾聽眾對我的支持 大概三個月之前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有一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我這樣 反應是 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 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 本來是香港人 不過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其實都仍然是深 深系香港 他們在海外 都是 很支持我 也是恆常地去上去這個channel那裡 看我對香港的一些時事的分析 當然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 我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 有很多方法 包括 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 你去到 最好用一個網絡版 看到 用Paypal的月定的方法 你說我不想月定 我想一次過 你用Paypal 可以 一次過 通過Paypal 去支持我 支持我 這個方法 也可以 另外當然你都可以 入我的銀行戶口 把 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我的銀行戶口 我也是相當歡迎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你可以通過Facebook 來Paypal 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 就是 寫 滑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 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一年了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 深藉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 惡劣的 我是 盡我少許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仍然留在香港的 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是有一個不同的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一點 然後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